各位觀眾好 非常謝謝收看108課綱愛與恨座談 我是新新聞總編輯郭淑源 108課綱上錄了三年 然後作為配套的那個大學考照新制也在今年實施了 那第一屆的國高中生跟家長經過三年的洗禮 已經必定有很多心得 然後高中端跟大學端的老師其實也有很多想法想要表達 那新新聞過去一年來我們持續報導探討 還有發掘108課綱的問題 然後還有成效跟影響 然後做了很多的報導 然後另外伴隨著考試的那個時程 我們也持續在發掘考招制度的問題 然後也獲得讀者非常熱烈的回響 所以在新學年的開始 然後我們也第一次舉辦座談 那希望跟大學的招聯會 還有高中端老師以及大學的新鮮人 能夠來討論就是希望能夠帶來一些改變 然後我們特地邀請那個大學招聯會執行秘書 也是中央大學教務長王文俊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然後另外就是師大附中的前教務主任 陳雅萍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然後還有台式大英用懷語文系的新生 張雨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那另外我們新新聞的教育記者吳上軒 也會加入一起提問 請主任先談一下 就是108課綱在高中課程的安排上面 有多大的改變 最大跟過去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好我想可以用簡單的一句話來說明 這句話叫做各校的校定課程 它的發展以及安排 那這裡面出現三個元素 一個就是校定課程 一個是課程的發展 一個是課程的安排 那什麼叫校定課程呢 如果以廣義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包含了一個學校的校定必修 包含了一個學校的彈性學習 也就是自主學習怎麼安排 還有多元選修 還有加深加廣選修 這些都是因校而異的 好 那再來這些課程要怎麼發展呢 因為大部分都是沒有訂版的課本的課程 所以怎麼教 教什麼 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那第三個我們談到的就是校定課程 或者課程的安排上面 各項要煩惱的是排幾節 在什麼時段 然後還要跑班選修 要怎麼跑 要怎麼跨班 怎麼運作等等 這些都是在過去的高中現場上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也是這一次在新課綱 高中的課程上面 以過去最大的差異 在這個轉變下面 因為看起來那個課程很緊湊 然後學校也很花很多時間在安排 然後學生跟學校在運作跟適應上 在過去這三年有沒有什麼明顯的困難 其實108我們所謂的新課綱 其實是在108學年度 同步在小一國一跟高一是同步實施的 但是媒體這三年的焦點 一直都是在高中端 那顯然這表示他的這個改變是最為劇烈的 那提到這個學生跟學校在運作上面碰到的這個適應的困難 首先我想學校就是一個學生跟老師的一個集合體 所以學生的困難也就會是學校的困難 那我就會分兩塊面來談 首先學生的困難 當然剛剛有提到說有些課程是校訂課程 那這些校訂課程很大一部分是屬於沒有訂本的 沒有這個審訂本課本的這課程 所以學生可能要去學習 這些沒有課本的課要怎麼上 那有一部分的學習呢 他的型態是跟過去不一樣 他是鬆綁的狀態 我們剛剛提到的自主學習 他就是一個學習型態的鬆綁 那學生怎麼樣去利用這樣子的規劃的美意 去規劃自己的學習 這是學生的一個挑戰跟適應 因為畢竟過去的學生很習慣被餵養嘛 那學校就把該好的這個配好的東西 就這個逐步的讓學生全盤接收完之後 就可以去上考場考試 這是學生這一塊 那另外呢對於這個老師這一塊 來說呢他也他的挑戰跟困難 因為學校呢要發展自己的這個課程的特色 那都要靠老師來推動 老師是一個驅動者 那發展這個課程特色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要先陪老師增能跟成長 因為這些課程都不是自己的專業學科課 也就是說新課剛出現了很多學科課以外的 像跨領域的課程 像探究實作的課程 或者是素養導向的課程 這都不是一個定本課可以這個馬上上台就可以去 把一堂課上完的 老師前面的準備時間可能是長達學期 以學期為季甚至學年為季 那一個課程到正式上路之前 花了非常多時間不斷的在研修 在這個做修正跟修訂 那我們一定會小規模的先去做試做 看學生的反應之後再來做調整 所以對老師來說他有這樣的壓力 那再來老師對於這個基本學歷教授不足 他也非常的焦慮 所以學校行政端也要規劃好配套措施 一方面讓老師的焦慮可以放下 二方面也能夠安家長的心 我想這是方方面面的挑戰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至於回到學生這個本體 你們是這三年來 你們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也有可能有些是好的發展對不對 然後有些是困難 然後另外就是說 像剛才老師有提到一些 有各種選修課程 那你們會不會碰到挑選的困難 對 碰到情況大概是怎麼樣 首先我想先回饋一下 剛剛老師有提到的關於自主學習 或者是這些彈性課程的設立 再以學生的角度來想的話 這件事情它是利益良善的 畢竟我們終於有一個時間 可以讓學生從書本裡面鬆綁 然後大家有自己的思想 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過這件事情又會回到一個 剛剛老師有提到 關於各校到底是如何制定課程 還有創作課程這個部分 等於會是說 會不會有一些學校它的資源比較不足 那它所創立的這些彈性課程 探究課程自主學習 能夠給予學生的養分反而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容易造成資源不均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其實也看到蠻多在教學現場上面 也會有所謂換湯不換藥的情形發生 比如說一上探究課程它或許改了一個名字 但是其實內容還是跟所謂以前的教學模式 教學方式是沒有改變的 那這待於學生來說 其實是會讓人家覺得很失望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可能已經預想了 在這個新的課綱裡面 學生可以獲得不一樣的養分啊 或是獲得不一樣的成就 但是這件事情卻也沒有辦法實現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蠻可惜的 那再來是剛剛有提到說 在過去三年內有沒有看到什麼樣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在學生 不論是學生或老師 在這過去三年應該聽到最多的就是素養這個名詞 但是素養這個名詞呢 對於教學現場其實是飄忽不定的 或者是混沌不明的 因為這個事情到素養的課程 不論是在教育部的規劃裡面 或者是在各個學校 想要發展素養課程的這個架構之下 其實通常會讓人家沒有辦法去理解 到底素養要學生學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因此學生不僅不明白 教育部或者是政府想要告訴我們的 是什麼是素養 老師在規劃課程的方面 他們也沒有辦法依照素養這個條件 去進行規劃課程跟安排 所以在從上往下 不論是學生端或是老師的教學端 都沒有辦法在這一塊得到很好的績效 那只有會回歸到最終的問題就是 既然108課綱希望學生可以獲得好的素養 有好的素養的學習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沒有辦法被實現 還有這個素養到底在哪裡能夠被看見 這也是一個新的問題 我們可以聽到說108課綱在課程方面做了許多的改變 那其實這些改變有一部分也是要回到我們所謂 學習歷程檔案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學習歷程檔案 這個東西它一開始的利益是希望可以記錄學生三年的學習軌跡 然後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在升學申請入學之上嘛 那我想因為過去三年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學習歷程檔案在媒體上面有相當多的報導 那也想說首先請教陳主任 就關於過去三年裡面學校在實行學習歷程檔案的時候 比較常遇到的是怎麼樣的困難呢 好我想還是分兩塊面來談 就是學習歷程檔案其實第一塊焦慮是來自於系統的不熟悉 也就是沒有人碰過這個系統 那當然在這個系統設置的前期的確出了一些令人比較捏一把冷汗的狀況 這些會加深可能是家長的這個擔憂 不過我想後來的這個調整也是非常令人樂見的 因為它是往一個好的方向在做調整 所以我想技術面的問題對於新一屆的高三學生來說 大概就不是那麼大的問題 但對第一屆學生來說的確是個壓力 那第二個其實最大最深的壓力是來自於是 這些歷程檔案到底是怎麼被審查的 那也是最根本的問題 那當然教授可能教授大學端也會去說明說 他們想要的方向是什麼 那是因為一切都還沒有發生 所以大家也不見得說 就能夠相信說這些東西是真的會發生嘛 所以我想最大的焦慮源就是沒有已知的潛力這件事情 那當然怎麼被審查就會連動到底下的細部就是 那我要怎麼樣去呈現我個人的特色亮點 好那我的質跟量要怎麼兼顧 有一段時間學生很擔心自己的量是不夠的 我的作品見數是不夠的 那到底量跟值我要怎麼去做拿捏或取捨 那當然這些東西呢在這三年走過之後呢 剛剛提到說怎麼樣呈現個人特色亮點這件事情 其實就大學端來說就高中端來說 很快的我們就已經發展出架構跟指引出來了 我想各校的輔導師也好或者教務處也好 或者是各科老師也好 他就會慢慢發展出一套給學生的指引 那目的就是讓學生能夠follow這個指引 他可以循序漸進去架構一個東西 不是說從無或是從零去摸索 那再來就是說 值跟量的問題 我想在這一次的這個 我考招這個最後一里路揭曉之後 我想學生當然也可以很 很踏實的去相信說真的一個好的作品就勝過千言萬語 所以我想這個隨著考招最後這一步走完之後 我想很多原來的擔憂就會慢慢放下 那至於技術的 這個技術操作的純熟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呈現個人亮點特色 有沒有更好的指引跟方向也好 我覺得一切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在前進著 對確實因為過去三年的訪問裡面也可以看到 許多學生一開始對於值與量之間的拿捏 其實是滿有一點焦慮的 那想就問雨婷這邊 作為過去三年來 在這段經歷之中 你們遇到又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首先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句是 流程在民間就是所謂學生界 大家會一直講的一句話就是 學習歷程答案你就算給了 但教授還是不會看 就是沒有人知道這句話是怎麼來的 也沒有人知道它來源是哪裡 不過這句話大家都一直在說 其實我們做這些學習歷程答案 教授根本不會看啊 它最後還不是就是都不會看你的內容 然後就來審信到底適不適合進入這所學校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讓人家覺得很疑惑說 那到底我們今天做的學習歷程檔案 它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再來我也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是關於學習歷程檔案到底跟以前它的必要性在哪裡 學習歷程檔案它的利益是良善的 同樣是良善的 它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過往三年這樣子是有一個架構 有規劃的去把自己的養分自己的東西放到一個雲端裡面 然後當你三年之後你打開看才知道說 哇我過去三年到底做了些什麼 所以它的本意是良善的 不過回歸到最終的核心的點是 就是學習歷程檔案做的話 其實就是在跟被審資料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那為什麼學生是需要做學習歷程檔案的 很多學生會有這個疑問 這樣 所以其實在高中三年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高一的時候 就曾經有同學告訴過我說 他打算不做學習歷程檔案 就算老師教他做的話 他也是就是隨便教差老師不要做 然後最後他直接考分科就好了 所以其實很多同學也會有這樣子的決定 那再來是真的會想要認真做 學習歷程檔案的同學呢 他們面臨到的問題是 他們今天不是不想做學習歷程檔案 而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因為其實通常很多老師 在跟大家講解學習歷程檔案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只是 相信老師們應該也都有看到這個現象 會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比如說他們會放一個組別 小組的PPT一個簡報上去 然後可能只放了標題 然後裡面好像沒有什麼內容 或者是一份作業 就是掃描下來然後放上去 那第一這真的是大學教授想要看到的東西嗎 那從這個報告或是這個作業裡面 學生到底 教授到底能夠看到學生他在這三年裡面 用這些報告這些作業他到底做出了什麼樣的成果 但是作為學生 我平常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是叫我做PPT 還有我平常上課的時候 就是只有這些作業 那我學習歷程檔案又從哪裡寫出來 這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對於老師教師端來講的話 我在自己的學校也有看到一些問題 就是老師們其實是很積極的想要去做這方面的 協助學生做學習歷程 對協助學生做學習歷程檔案 不管是老師上了很多研習課程 或者是老師自己私底下他們都會開會討論 到底怎麼樣才可以把這件事情最大化 然後把學生的這些累計的東西 都能讓教授看見 因為老師們一定都相信自己的學生都是很棒的學生 然後他們學習其實都是有效的 然後希望大學教授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可是作為老師的話 我要怎麼引導這些每一個孩子 讓他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出好的一份學習 所謂好的一份學習歷程檔案呢 這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老師一個人對一個班級 他沒有辦法抓住那麼多人 或者是在看一個班級的狀況之下 他沒有辦法掌握到所有人的情形 或是掌握到每一個人的學歷程檔案 如果每一個人他都有自己不一樣想做的事情的話 那教室段其實老師這件事情是會很棘手的 老師是有時候會手忙腳亂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這是我看到的一些問題 而且我覺得應該會有城鄉的落差 這個會很嚴重 還有學校規模的大小 其實也會影響學生在做學習歷程得到的一些資源 那我們可不可以先請王教授先來回答 回應一下到底大學端會不會看學習歷程啊 對於那個民間傳說 高中生的民間傳說你怎麼回應 好 謝謝主持人的提問 其實剛剛聽到這個同學的一個問題 也是坊間大家一直在談的問題 那我們招連會其實在這個很多的說明會 總之教室說明會或是家長說明會 我們都會被問到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也一直解釋 可是好像大家還是半信半疑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要跟大家 趁這個機會我還是跟大家再說明一次 其實在大學裡面有一個計畫叫做 教育部補助的計畫叫做 大學招生專業化計畫 招生專業化計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可以讓高中跟大學 做一個調接的一個計畫 那剛剛講到說審查這些被審資料 到底教授有沒有在看 我在這邊告訴各位觀眾 其實大家都很認真在看 為什麼呢 因為招生專業化就在教大學教授們 你在審查資料的時候 你要注意些什麼事情 你要看哪些事情 然後你要照你在這個簡章上的 校系分則或者是這個審查重點 跟學習準備方向 這一些我們在網站上 或是各系的網站上都會有公佈的 譬如說你要考某某學校的什麼系 這個系注重什麼 所以學生其實都可以去看的 所以在審查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我這個系就要看哪些資料 然後其實每個系在審查 以我們中央大學為例 我們在審查之前有一個會議 叫做共識會議 審查老師要先開會 再來第二個叫差分會議 差分減合會議 也就是說分數打出來以後 大家要看 有沒有說同一個同學 三個老師打出來的分數差異很大 譬如說多少分以上 我們就要重新再打一次分數 第三個會議叫做會後 就是大家分數打完以後 檢討會議 所以一般來講中央大學 以我們中央大學為例 我們都有三個會議 而且我們教務處嚴格要求 就是為了要讓所有的系 你在評審學生 就是高中生真的很辛苦 三年很辛苦 高中老師也很辛苦 學生也很辛苦 那他們當然希望老師 大學教授你要認真看 不要讓我們的辛苦 流水 付諸於流水 所以我們真的很認真看 而且我們教務處一直都很認真的 在緊盯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點我想先回應一下 大學教授真的很認真看 當然大家可能還是會不見得 大家都全部就是說我就相信 可是我覺得第一年 第一年大家開始做 總是互相之間還是有一些隔閡 或互相之間還是有一些懷疑 但是我相信是越來越會進步的 等於是說那個SOP 其實已經給各個特效了 是 我想追加說一下 其實剛剛同學說的那一塊 或者是說教授說的這一塊 因為永遠就是變成 論語就是大家各自論述 那就變性者橫性 不性者橫不性 我想這個不是很好的一個現象 那我想要舉的是我們學校 今年真的透過申請 透過他的製作學生的檔案 然後進入到好的校系的同學 他們分享的例子 來做一個說明 我想這個會更具體 更有說服力 那我們有個同學他是四科滿疾分 就是他的 因為他是自然組的同學 他是國英數字滿疾分 那滿疾分當然他進到這個大學 申請了台灣大學 那第一階段當然滿疾分一定會過了 那接下來就到第二階段去了 那我們知道台大他第二階段會考比試 會考比試 那比試相當的難 那這位同學他就自己分享說 他其實比試的時候數學沒有考好 因為滿難的 但是所以他就他把成績單秀給我們看 那因為他的分數 真的是不是很漂亮的分數數學成績 但是他的學習歷程 檔案拿了非常高分 他就逆轉上去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具體 可信的例子 因為是學生自己說的 那我也看了他的 他真的秀出他的成績單來 所以我想要透過這個機會 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想這個收看的這個家長也許很多 讓大家知道說 也許學習的檔案好好做 也許是逆轉勝的一個機會 那我也非常肯定大學教授一定有好好的看 好我想特別要舉這個例子來做輔助說明 接著我們其實也是想要請那個王教授跟陳主任來分享 因為我想我們的觀眾裡面有很多是那個考生的家長 然後或是考生本身 想知道說像學習歷程檔案今年開始的 那你們看跟過去使用的備審資料 學生在使用學習歷程檔案申請的時候 跟過去的備審資料 內容上面 呈現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你們看你們有什麼樣的建議 就是說也許哪部分要加強哪些部分其實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我覺得有些是會過重 因為我知道坊間已經有一些補習班 在教大家做學習歷程檔案 甚至開設的課程其實就是為了學習歷程檔案 我不知道兩位怎麼看 先請那個王教授 好 那這邊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其實110學年度我們就有備審資料 110學年度我們也有審查資料 那其實內容說實在的 其實內容其實是大同交易 但是110年的時候 我們是堂堂洋洋灑灑列出17項 所以學生他就會很怕說 我17項是不是哪些項我該準備 哪些項我要準備很多 所以量跟這個項式它就很多 可是現在110學年度我們就會分六大項 六大項裡面譬如說這個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學習成果等等 那我們又跟學生說 學習成果你只要教最多就三項 那多元表現你最多就十項 然後你是在三個高中三年中 你是一學期一學期一直送上來的 最後你才勾你想要送的 想要給大學看到的東西 所以這個第一個是巡視漸進 那以前就是PDF檔案 大家都把一大堆東西擠在PDF檔案 然後可能在高三下 這個急救章的寫出一大堆 所以這個就第一個就時間上 我們分攤到這個三年期間 然後第二個你從這個三年的資料 你也可以看出學生的成長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再強調你不要拿出甚至超乎預期的漂亮的東西 我要看到你的反思 你是大一 不知道高一怎麼做 高二怎麼做 高三怎麼做 我看到你的進步 這個反正對大學教授來講 這是很好的材料 不是看到最後的成果就是最漂亮的 那剛剛講到城鄉差距 就會講到說 有些人給普習班做 有些人是台北市的學校做 資源很豐富的學校做 他就是一下就注重很漂亮 可是我們要看的 你就算是社區高中 你就算鄉下的高中沒關係 你高一高二高三 你是紮紮實實的 我們看到你的進步 這個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說認證 今年開始就有認證 以前的PDF檔 我們是不知道到底 就是像補習班講的 他可以幫你做得漂亮 可是我們不知道 這個到底是學生做的 老師做的 家長做的 還是補習班做的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都是學校的校內活動 然後老師認證 所以我們教大學校 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的信賴度很高 我們認為這個是學生的東西 我們不會說 這個是補習班做的 那反而讓補習班覺得說 假設你補習班做了 大學校就反而懷疑 你做出超水準 超水準我們就開始懷疑 不是加分 是減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資料上面尋釋漸進 而且這個有分類 我覺得是滿好的 當然假設你要問起 所有各個大學的老師的意見 我們中央大學有做一些意見的調查說 你今年看了資料以後 你有什麼感想 大部分的老師都算比較正面 但是也有少部分老師說 我要點A項 點B項 點C項 點來點去有點麻煩 也有老師會這樣講 也有老師說 這個以前我PDF 從頭到尾我大概就看完了 可是我現在要點來點去 點來點去 所以就有點片段一點 分散一點 也有老師有這個意思 但是絕大部分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 老師認為說 現在看起來很有層次感 然後我想看什麼 各個系想要看的重點是不一樣的 就像學習準備方向建議給學生的 我們看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只要看上幾項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這個數位化的平台 其實是滿好的 當然第一年大家可能就像主持人講 剛開始學生可能不習慣 大學教授也不習慣 那沒關係 第一年我們不習慣 但是我們也在檢討 我們也在學習 那我們的招生專業化計畫 一直在訓練很多的工作坊 跟高中老師跟大學老師怎麼樣去 我們請高中老師來大學上課 請大學老師到高中現場去觀課 我們也會去跟高中老師討論 所以這個橋接是會越來越成熟 我是覺得未來會越來越好 謝謝 那陳老師這邊 我其實覺得就算 剛剛提到說就是跟過去的什麼不一樣 事實上備審資料是一直要做的 一直要做 那只是說透過學習的檔案這個系統 就剛剛同學提到 那為什麼意義在哪裡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訴大家意義在哪裡 因為就算最後學生選擇 用PDF檔上傳一個檔案 他也是從過去的東西去做整理 那因為我們在考完 學生考完申請完之後 我們又請一些就是優秀的學長姐 就做分享 那我其實有家先生會議我有聽 那有同學說 在整理學習年打這個過程當中 是他這三年學習最大的一個時段 他花了很多時間在整理 那也就是說給予自己一個過去的軌跡 剛剛就提到歷程是最重要 這歷程不是只有給大學教授看 對整理者而言他也是給自己看的 就是我高一的時候是這樣 我高二我高三的時候這個樣子 那我怎麼樣去統整他去呈現 欸原來我過去數學學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我過去在什麼地方卡關的原因是什麼 那他會有一個反思 所以剛剛教授提到的反思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如果我沒有過去的累積 就算我亂丟 我丟了很不好的品質 他也是個軌跡 那我會看到自己成長的過程 我想如果我是一觸而機的 直接在第六學期要來做一個PDF檔 我什麼東西都沒留下來 我可能翻箱倒櫃的去找 那我的作業什麼都沒有好好妥善寶櫃 我想這個也是人之常情 那我就從何而生 那可能就是一時之作 而不是三年的累積總和 所以我在這邊要非常肯定 那個歷程的意義 即便裡面 我的檔案櫃裡面放的東西 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高三家同學 就這個時候就拿出來做整理 他把三年的學期打包成一份 這打包成一份不是一個 無意義式的累積 不是一個拼湊 然後他是把他有機化了 他高於整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對數學或對某一科 他有強烈的興趣 所以他在什麼課的時候 然後他要去修正他哪裡學的不好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 我們的同學有非常真實的回饋 那我也要在這個機會告訴大家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無意義的系統 誠然有些同學一開始就報定主 他想考分科測驗 你的確一定會是有的 那我想制度有多鬼的 這個意義就是在這裡嘛 就是多鬼的話 就是服役每個人的需求 或每個人的規劃 我想就不用去抹殺另一邊 或是說怎麼樣就一定不好 就符合多元陸續的精神 我認為是這樣子 是的 是 那接著請教王兆秀 就是學習歷程檔案 今年開始出登場 那因為我們過去在訪問的時候 就發現說三年來好像比較混亂 但是說大學不清楚高中端到底課程是怎麼改 改了什麼 然後高中端也不清楚 大學端到底是想要看什麼 我要如何呈現出來這樣子 那因為現在新的考招新制又要開始了 然後108課剛又進入了新的一輪 不曉得您認為這個情況可以怎麼改善 好 這個其實就是剛剛我講的 招生專業化這個計畫非常重要 那至於高中生是希望大學老師能夠看到什麼 他就要去看他未來準備有興趣的系 他要去看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這個在招連會的網站上有 或者是說書面審查重點 與這個準備指引 這個是各校的網站都有 那還有這個校序分子簡章上都有 所以現在坦白說現在有些系 這剛剛講的三項 有些系是寫的不太一樣的 這個也常被人家詬病 為什麼校序分子講這樣 結果你的學習準備方向在網站上 好像又不太一樣又有點差別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我們招連會一直呼籲的 教育部也一直呼籲說 大家要把這三項 校序分子講的 學習準備方向講的 還有這個書面審查的重點 你們在這三個地方公佈的 讓學生看到是一致的 不可以說有不一樣 有不一樣學生就開始混亂了 所以一定要一致 這個是目前第一年確實有些 校序是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未來這個教練會跟教育部一致 一定會一直強調這個 一定要一致 那再來講到這個招生專業化計畫 也有講到說對老師的訓練 大學老師的訓練 大學老師 像我在中間大學當教授 我就跟每次開那個工作坊 審查會議的訓練 我就跟各系說請你不要派那個 不是審查老師來開會 一定要開他就是審查老師 他來開會就是他審查老師 因為這樣子才會讓 審查老師知道說他要做這些訓練 這個準備 不要說只是派個人來開會 然後回去用別人來審查 這個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我們很重視這個 那再來就是說其實這個 其實現在坊間的一些平台 譬如說這個Carligo 或者是做火學這個平台 這個其實都是招練會來支持 教育部來支持的 所以高中生或是高中老師 都可以從那邊看 各系的專長 各系以後的職愛規劃 或各系的重點都在那邊 所以高中生有其他很多的管道可以看 大學老師也是有一些訓練的 再來大學老師跟高中老師 是不是有隔閡 是不是不知道高中現場在幹什麼 這個我們也是有訓練 要派大學老師去高中觀課 要請高中老師來大學講課 這樣的話我們才知道高中在幹什麼 然後高中老師才知道大學在幹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直要去磨合的 當然第一年當然還是難免是 有些學校並沒有很重視 或是大家社會大眾還是認為說 做得還不夠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 教育部跟招念會一直呼籲 這個一直要繼續下去 社會的溝通 還有這個高中大學的橋接 這樣的話才不會誤會說 大學老師到底有沒有看 這個是很原本我們一直解釋 可是就是大家就有誤會 就是因為太不了解了 互相了解還不夠 才會形成這個都市傳說這樣子 對 了解 那我們剛剛提完了學習歷程 檔案還有申請入學上面的使用 那接下來就是 指考從今年起它改名字叫做分科測驗 那其實有蠻多的變革 比方說它現在的國文跟英文科的成績 它是沿用學測的成績過來 然後整個計分的方式 也改成使用計分制度來算這樣 那我們看到其實 從大學到高中也很多聲音在重新 第一個是大家要重新適應 第二個是有很多地方磨合 那想先請問一下雨婷 就你們這邊經過分科測驗的洗禮之後 你們感覺有什麼地方 可能是讓你們覺得比較困擾嗎 或是還需要重新適應的地方這樣 嗯 因為其實我自己 我這次來為了這次的訪問 我有去詢問了身邊蠻多 有考分科測驗的同學 然後其中我就有訪問到一個同學 他提示我蠻有趣的觀點 他是一位所謂我們社會組 一類組的同學 所以其實這個國英還有術B 對他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呢他那個時候他說 他的學測成績呢 國英術B考X了之後呢 他就覺得他的人生毀了 然後他也不想考分科測驗 因為他這些科目沒有考啊 那他也不能怎麼辦 所以他就開始準備重考 所以這個又會回到一個問題是 我也想要問一下教授跟主任 就是當初是在選擇 不採納國英跟術B 因為據我這邊了解 當初是說減少學生的負擔 就是讓大家考試 不用準備那麼多科目 但是為什麼好像社會組的同學 會感覺自己有被針對的感覺 就怎麼會如果不採納國英跟術B的話 那是不是我的人生也就毀了 就是到時候我也沒有辦法考分科測驗 因為考的自然科科目啊 或者是數位 跟我好像都沒什麼關係 那我就只能重考 沒有第二次的機會就是了 對 就是一世定生死的這個說法 所以這也是我會想要詢問說 這個分科測驗現在改變成 這樣的形態的時候 是否有一部分的同學 他的聲音是被忽略掉 然後並且沒有辦法為自己發聲的 那在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呢 學生又應該要怎麼樣去接受這個挑戰嗎 或是應該要去重考嗎 還是怎麼辦怎麼辦 那再來分科測驗其實大家應該都有聽到今年分科測驗 大家考出來的結果是蠻好的 甚至比申請入學的還好 甚至比申請入學還好 包括我自己個人啦 就是那個時候我在聽到分科測驗同學 他們的分科測驗成績出來的時候 我也感到很驚訝 如果是我的話 那我拿著這個成績去的話 我搞不好也可以考到更理想的大學 或者是考到不一樣的學系之類的 我會感到蠻驚訝的是這一點 那所以因為今天今年學生抱持著 在考一般學測的時候 抱持著的想法是 認為我不想去考分科了 因為我不知道今年分科的題目出的困難度 到底是怎麼樣 或是到底今年分科的題目會不會很奇怪之類的 所以而去選擇不考分科 然後直接用學測成績申請 所以這其實有點像是在賭博的感覺 因為就等於是說 我因為預測不到往年的狀況 我沒有辦法做比較或是落點分析 所以我只能看我今年就是 以賭博的方式去要嘛考分科 要嘛就用學測成績去申請 因為一旦學測成績申請的話 你有學校就不能再考分科測或是用分科成績 去做申請學校嘛 所以這其實對於學生來講 那個賭性的成分是很高的 所以這因此也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這個所謂分科它設立的意義 還有它這個學生在成績上面 或是在選擇學校的方面 它的流動性到底是如何呢 還有再回歸到剛剛前面講的就是國英樹兵 沒有被採納的話 那社會組的同學他們該怎麼辦 那可不可以請王教授可以回應一下嗎 好 那這個題目 國英要加考 這個社會上一直有這個聲音 但是其實大家知道說 假設我要 假設要決定加考的話 可能就要三年前公布 你不能說今年講明天就考了 那當然也有人反對的 不是說一頭熱全部都是贊成的 不是 也有反對的 反對它也有它的意見 所以國英加考這個地方 我們招連會跟教育部一直有聽到 但是我們也一直在想 國英當初剛剛同學講的也是對的 我們是希望不要再去準備 再多兩科這樣子去準備 第二個 大家也知道 國英後來是加深加廣課程 其實到了你假設在 這個分科正在考的時候 我到底是不是應該還是考前面的 學測的時候那個內容呢 還是要加上三年級下限區 那個加深加廣課程 那加深加廣課程是選修 那學生選的可能不一樣 那怎麼樣出一個統一的題目 所以這個都是讓我們覺得說 不能擅自就要變動 所以目前來講我們還在討論 並沒有說一定怎麼樣 但是這個就是各種意見 然後怎麼樣去讓不同選修的同學 又能考一致的題目 譬如說同樣題目大家都可以適用 這也是大家要考慮的問題 但是現在社會上還有一個聲音 就是說一世定終生 那我是覺得這個說法 我個人是不是很贊成 什麼叫一世定終生 那假如你兩世的話 你是不是又嫌兩世定終生 給我三世好嗎 給我四世好嗎 所以我是覺得人生很多事情 就是一世定終生 像我們年紀稍微資深一點 我們就是一世定終生 那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 國文英文 我們個人會認為說 第一個內容是不太一樣 一個是加深加廣 第二個 我們也會認為說 國文英文假設同樣的內容 你前半年考後半年考 其實 這個不會說你半年內 你就進步很多 所以沒有必要加這兩顆 那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我不是說 我們正在立場就是說 我們就不改 不是這樣子 我不能這樣講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要經過溝通 還要經過專家會議再來討論的 所以這個地方先不能說 決定是怎麼樣 但是我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了解 我想請問從陳主仁這邊看到的話 你們就看到說 學生端比較常出現的困惑 又有什麼其他的地方嗎 其實首先一開始是 參採科目的組合方式 因為當初因為第一屆的時候 我們一下子是要規劃三年的課程 就三年的課程地圖 我們都安排好了 那我們就是要通過審查 就表示說我們有遵循新課綱的精神 但是我們都安排好之後 那陸續才有公佈出一些比較 就是接近考試的時候 比方參採科目的組合 就造成說有那個商學院 他可能要看數A加公民 那可能有些說 糟糕我沒有開設 我沒有這樣的開設規劃 那就會造成有些學生 可能在修課上面會產生一些困擾 或者說他有一些危機 那像這樣的問題 我想隨著這個第二屆的這個 第二屆我想通通都可以再做修讀 所以我想有些是過去 不要說之餓 就是過去的那個摸索跟嘗試錯誤 那會在後面會再做修正 我想這部分會好一點 那不過我還是要回應到剛剛的那個 包括術以 術以不考這個分科 這件事情讓 要選擇商學院的同學 以及在學校開課非常困擾 不過這件事也被解決了 因為他最後要是要回歸 但是在還沒有回歸之前這幾年 同學還是必須要 很多同學都必須要先去 可能也許去唸 再下雨唸個數甲這樣子 保持那個數學的手感等等 那我想有些東西就慢慢被修正 但是剛剛提到那個國文英文 因為國文英文 不再分科測試 就是不再重考一次 但是分數還是要被採集這件事情 的確對考生的心理壓力 是造成負擔的 也就是說同學在去考之前 他會覺得說他無路可退 那一旦他考的話 就像從剛剛同學所說 一旦考他就覺得他人生已經 就覺得他已經兩世同時 兩個考試同時都砸掉的感覺 尤其是他們一開始就知道 他們的這個校系 要參採國英文是很容易的 是很容易發生的組合 所以當國英 沒有在學校考好的同學 他就基本上覺得他分科生 已經是已經是回掉一半了 那再加上今年的這個數A 也考得非常非常的難 非常非常難 所以對於社會組的同學 選修數A的同學來說 那個又是一個很重大的打擊 也就是說社會組 那裡面商學院這一塊同學 他考了數A 他考了國文英文 這三科主科 其實到了這個分科測試的時候 因為國英不在重考 假設他沒有把握好的話 那加上數學 他又競爭不過理工組的同學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他的路是被窄化的 我想這件事情可能還是要去 非常非常大的程度的去重視他 因為這群人 在這次的這個過程當中 的確是他的路是有被限縮到的 所以我想這一塊還是 應該是可以做更好的改善 那國英當然剛剛教授也有提到說 這個還在持續討論當中 了解 也想再請問一下教授 就國英當然提到說 目前也有在討論 會在討論看要不要改善這樣 那關於參採科目這方面 當然之前也是引起了蠻多的 惶恐跟爭論的 那你再想請教一下 對於參採科目這方面 朝聯合幕檢討 接下來希望採取的作法是什麼 其實參採科目 主要還是看各系 看各系 當然今年比較被大家詬病的地方 是有一些可能是屬於社會學院 或文學院 或是管理學院的 也有考慮用數A 這一點倒是比較被人家詬病的 那當然這些系 我剛剛說 反正你經過了第一年 大家就要檢討 那是不是因為你採用數A 可能你的招生就有缺額等等 所以參採我們基本上 朝聯會都是蠻尊重各校系的 不太會去干涉 除非太離譜 不然我們也有幾個 比較讓我們一般 世人看到就覺得蠻奇怪的 我們會開會討論 確實是有開會討論 那開會討論當然系上也要來 系也會派代表說明 說明以後它說服我們的話 我們就尊重 基本上大概都是尊重 各系的一個選材的一個方向 那至於今年確實有一些數A的問題 就文色方面的數A的問題 要數A又特別難 所以造成他們就覺得他們很吃虧 所以這一點確實有在檢討 請問大學採計 因為剛才說分科測驗的科目 可能要三年前公佈對不對 那大學採計 比如說我採計本來是數A 那明年我採計數B可以嗎 剛剛講的三年是那種大方向的 那個參採是每年我們可以檢討的 會公佈大概在 就是說一考完今年的 大概就會公佈了 隔一兩個月就公佈了 這個是在檢章前就要公佈的 是 這個不是那個三年 少有些補救的機會 因為今年確實很多商學院出現很多缺額 對 是 一根這邊再補充一下 關於學測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次學測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點 剛剛有提到就是數A考太難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這我也會想要回扣到所謂 因為題目跟考試的用意就是 我們這個社會未來想要培養什麼樣的一群年輕人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今天我們今天考這個題目 那考出來在這個題目底下 考出來成績會好的學生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樣貌 還有考出來可能發現 他沒有辦法理解這個題目的 這學生是一個什麼樣的樣貌 那我記得很清楚的是 我們一開始考完國文的時候 我們的國文老師就提出一個論點 他就說他其實對於今年的考題是很失望的 他覺得有被打臉的感覺 就是作為一個老師 他在過去的三年裡面 他很努力的準備了素養相關的課程 想要 畢竟教育部一直在提倡素養這件事情 還有素養教育 所以他一直在做這一方面的準備 不論是在教材上面 或是在課程規劃上面 他都是往這個方向去前進的 但是有一些考題呢 考出來卻是依循著過去的 所謂可能比較古板的考試的面向 然後去做學測的題目的 就是這個讓學生考這樣 所以他會覺得說 那作為老師的我們在教學端 是不是這一方面 其實也有一種被辜負的感覺 就是說 那是不是我以後去也是 就不要管學人的素養呢 我就是照著原本題目該怎麼寫 或者是以前的題型是怎麼樣 就是朝這方面來準備 所以其實對於老師段的話 這方面也會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也會反而會更迷惘 說不知道未來該怎麼樣去教學生 不知道未來該去怎麼樣準備 這也是我看到的一個問題 像未來在出考題的時候 會不會大家可能要有一個SOP 就是我們其實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到底會有這個溝通嗎 其實出考題是大考中心在管的 那大考中心當然大家 大考中心其實他是很辛苦的 他常常出了題目以後 太簡單被人家罵 太難又被人家罵 所以怎麼樣把題目出到適當 這個真的是很大的一個難題 那當然大考中心我們也知道 大考中心他其實也很努力啦 真的你不能講他不努力 真的他很努力 他有出題然後他也有試考 也有試考 所以考出來結果是怎麼樣 這個當然大家就會有一些聲音 那我覺得大考中心他 他有在檢討 我們開會也有講到說 要怎麼樣才去精進 怎麼考試讓他出題出到一個 這個是一個非常的正常的一個曲線 不要出來一個一般難的一大堆 或是簡單的一大堆 所以像這一兩年一下難一下簡單 所以他們也有在檢討 但是沒有標準答案說實在的 坦白說到目前為止沒有說 因為每次找出題委員 你怎麼知道說出題委員他會 出了題目今年就一定是有一個SOP 很難啦 真的很難 我想各位高中老師 或者是高中你們在學校 有時候期中考期末考 你也會發現老師出了題目 有時候變難 有時候變簡單 所以這個大考中心確實有在努力 在改進 但是他們也一直在找專家說 要怎麼樣出題 或者是怎麼樣的題庫 怎麼樣取一些試考的學生 那據我所知 現在試考學生好像程度比較好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考出還不錯 結果沒想到考到大眾的時候 發現太難了 所以也有一些這個問題 最後面就是 因為現在有了第一屆 從過去三年的經驗累積下來 那對於未來 接下來不管是準備要高三 還是要上考場了 或者是高一高二的學生 想請三位就你們各自的經驗 然後給他們一些建議說 你要怎麼準備 怎麼面對 然後來好好的理解108課綱 跟考招心智 其實他們的用心 然後我們如何來適應這套制度 那我們請老師 陳老師先 好 我就一個學校的角度 高中老師的角度來看 我希望給這些下一屆或下下屆的同學一些建議 首先第一個 剛剛提到說這個考試 到底是考什麼 我想基本學歷還是很重要 也就是說學科的知識 它本來就很重要 它沒有因為新課綱的上路 學科知識就變得不重要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剛剛提到不管是素養 或是學生的答案等等 它只是在學科課以外的其他課程 有這樣子的學習 它是一種學習 所以我要給這個 後來的這些學生們的忠顧就是說 學習立場檔案 不管你覺得品質做好不好 就是做就對了 因為只有做了之後 你才能夠從第一個錯誤的例子當中 重新去修正 絕對不要等說我等到好了 或我準備好了那天才開始做 因為永遠就不會有跨出第一步的那一天 我想做任何事都一樣 所以我最重要的忠顧就是 學習立場檔案 你從高一開始 即便他不成熟 即便他還很有缺陷 沒關係 大膽做就對了 到了高三你回過來看 你會發覺自己成長的軌跡 這是我的忠顧 謝謝 謝謝 那另外那個同學 要不要作為學姐的身分 給大家一些意見 我相信108課綱 它其實是刻畫了一個很美好的想像 跟一個很美好的社會型態 它是一個很樂觀的事情 在老師的眼裡 108課綱代表的是 我們可以帶給學生不一樣的學習環境 不一樣的學習養分 那對於學生來講的話 除了學科知識是非常重要之外 我們還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所以我相信108課綱是 就是 再重複一次 它的利益是非常良善的 並且是一件很樂觀 然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同時之間 我這次在蒐集最多的資料 就是大家最多的回饋 就是好好讀書吧 但這其實是一件 就是稍微有點吊詭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課綱或是在這個社會形態底下 大家其實一直在講的是 我們希望學生成為不一樣的自己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只會讀書而已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有多元發展 或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可是為什麼在學生端 大概我聽到的還是 就是大家要好好認真讀書 考試讀書就好了 你專注在這方面才是最重要的 這會是一個 除了很掉規 跟剛初設計課綱的初衷有點落差 是 是 會有一點落差 那這不只是在學生端 其實這也會帶給老師或教學端 一個更大的困惑點 就是接下來我該怎麼教 我該以一般的學科知識 去幫助我的學生做準備嗎 還是我應該以素養導向 去帶領我學生看見不一樣的 學習的方式 那這其實可以說是不衝突的 但是其實它是一件很困難 可以實現的事情 大家相信在座的 大家也都是認同這件事情的 那再來是我覺得 學生們其實是肯定 學習地層檔案或者是 這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認為就像老師剛剛講的一樣 它其實是可以很清楚看見 我們過去三年軌跡 我到底累積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回到了最終點 就是可能是考學測 考指考或者是 要呈現學習地層檔案 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樣的疑惑跟恐慌感 其實是存在的 所以我只能告訴學弟妹們 或是所有的家長們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在108課綱底下 就是多去做嘗試 然後不要害怕 因為其實108課綱 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只不過要挖掘它的美好 中間是布滿荊棘的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那作為第一屆 我們剛好已經有一點披荊斬棘 就是幫大家開了一條小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著我們一起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獲得 自己想要美好生活的樣子 謝謝 那大學端這邊的建議會是什麼 我想這樣子 以大學端來看 我還是在這邊呼籲就是說 其實高中家長或是高中學生 不要太恐慌 那大學專業化是 大學端的教授們在努力的 然後高中老師我相信也是很努力的 他在了解課綱 了解大學的需要 然後怎麼樣去教導他的 帶領他的這個高中生 我覺得高中生 我非常贊成這個同學講的 好好讀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學習歷程檔案 你就跟著老師的腳步好好做 不要一天到晚在想 我應該考分科測驗 還是應該學測 還是怎麼樣鑽怎麼動最好 我覺得這個都不要 因為你鑽來鑽去 說不定不是你想像的 就像今年 怎麼大家都考分科測驗 反而分發到更好的學校 所以我覺得都不要想這些 就是扎扎實實 一步一腳印的走 那講到被審資料 我還是要再重申一下 趁這個機會 三重二步 我想招聯會跟教育部 一直強調三重二步 在這邊順便再強調一下 重視學生基本的素養 所展現的核心能力 第二個 重視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活動 第三個 重視資料真實信徵 學生的自主準備 這個是三重 二步就是不是學系所列的 所有項制都要準備 大學重視多面向的參財 這個就是不是軍備競賽 不是以量取勝 大學重視學生學習過程的反思 所以三重二步我要再強調 就是說大家在準備被審資料的時候 請隨時反省說 你是不是有注重到這個三重二步 再來就是請大家安心的讀書 安心的準備被審資料 配合老師的腳步 配合我們的學期準備方向去做 不要一天到晚想別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家長或是媒體的 一直在推波助欄說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要改什麼要改什麼 然後大家都在想說 是不是趙聯會要改了要改了 是不是造成社會的動盪 我覺得這個都不要想 趙聯會教育部絕對不會是莽撞的形式 因為這個是國家大計 教育部是國家大計 我們不可能莽撞的形式 一定是溝通有專家的討論 然後最後有共識才會去做的 我想這一點是最後的一個結語 非常謝謝大家熱烈的討論 那希望在制度微調之後 然後不論是高中端或是國中端 或是未來的小學端 他們都逐漸適應新的制度 然後未來的升學之路 能夠更多元跟順暢 也謝謝大家在線上的參與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